在炮弹击中接垒的时候 出去送信的贾弗洛士也同时闯进了接垒 大家围住了他 但是玛丽丝没容他说什么 就颤抖着将他拉到了一边 到这儿来干嘛 先生 那您呢 您在这儿干嘛 他极为放肆地注视着玛丽丝 那双睁大的眼睛 射出由衷自豪的光芒 玛丽丝的声调变得严厉了 接着问道 是谁让你回来的 吉玛 你把我的信送到地方了吗 提起这封信 贾弗洛士倒有点心虚了 他急着要赶回街里 就匆忙脱手 而没有直接把信交给收信人 他心里不得不承认 他是有点轻率 连面孔都没有看清楚 就把信交给了那个陌生人 诚然那人没戴帽子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够 总之 在这件事上 他有几分的内疚 害怕玛丽丝责怪他 就以最干脆的办法脱了身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他说 我把信交给看门的人了 那位夫人睡下了 他睡醒了 会看到信的 玛丽丝写这封信有两个目的 向克塞特决别并救出贾弗洛士 而现在 他的心愿只满足了一半 他的信送到了 戈丰先生来到了接累 他在头脑里 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就指着戈丰先生问加弗洛士 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 的确 刚才我们提到过 加弗洛士是在黑夜里 见到人啊让的 玛丽丝混乱而病态的头脑 萌生着猜测 就这样消除了 况且他了解 戈丰先生的证件吗 戈丰先生可能是共和派 那么前来参加战斗 也就极其自然了 这功夫 加弗洛士已经窜到了 接累的另一头 他嚷嚷着 我的枪呢 库菲拉克让人把枪还给他 加弗洛士告知大家 接累已经被包围了 他费了很大的周折 才进来 大炮描了堡垒的窝口 弹片线子 反弹到壁垒 杀伤力极大 当即两死三伤 照这样下去 接累就守不住了 接累里众说纷纭 那门炮又要射击了 这样炮击 不用一刻钟就完蛋了 无论如何 要削弱 现弹的威力 安卓拉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祸口 必须放上一张床垫 可床垫没了 这上面 全躺着伤员了 人家让单独一个人 坐在九楼拐角的护墙石上 步枪夹在他的两腿中间 直到这时为止 他没有参加任何行动 他似乎也没有听见 旁边的战士在说 这儿有支枪 闲呆着呢 然而然问道 能借给我一支 两响的卡兵枪吗 安卓拉将刚上好子弹的枪 递给了然而然 然而然瞄准阁楼 放了一枪 床垫的一根掉线被打断了 现在床垫只有一根绳子拉着了 然而让又接着放第二枪 第二根绳子断的时候 抽了一下玻璃窗 床垫从两根杆子中间滑落 掉在了街道上 街雷里的人都鼓掌叫好 大家齐声地喊道 有个床垫了 太好了 哎呦 对呀 可是 谁就把它拿回来呢 不错 床垫掉在街雷的外面 正是攻守双方夹击的地方 而那个炮兵中士被打死 就激怒了部队 这阵功夫 步兵就在石器的掩体后面握倒 朝街雷放枪 起义者为了节省弹药 不予反击 那排枪打在街垒上 街道中间 枪弹横飞 十分危险 然而让从窝口冲到了街上 冒着弹雨奔向了床垫 拾起来 背回到街垒 他又亲手将床垫立在了窝口 紧靠住墙壁 不让炮兵看见 放好了床垫 大家就等待着限弹攻击了 没用等多久 大炮一声怒吼 发射线弹 但是线子并没有反弹 让床垫破坏了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接垒保住了 安卓拉对 拉让说 公民 我代表共和国 感谢你 不大会儿的功夫 对方的两门炮 都迅速地上了炮弹 并排向堡垒发射 同时 一队正规军和成交国民卫队 用火力支持着炮兵 现在两门大炮轰击 马场街的接垒 一门发射线弹 一门发射石心弹 石心弹炮口调得高些 瞄准接垒的顶端 以便削平 将雷顶的石块击碎 变成线子 击伤起义者 这种炮击法 只在将雷顶上的战士赶下去 迫使他们 蜷缩在接垒的里面 这就表明要总攻了 石心弹 将战士赶下接垒 现弹再把起义者 从酒楼窗口赶开 这样进攻部队 就可以大胆地冲到街上 不会遭到射击 也许还不会被人发现 安卓拉说道 无论如何 得压一压 那两门炮的骚扰 向炮兵开火 大家都严阵以待 接垒沉默了这么久 这时便拼命地射击 只见街上硝烟弥漫 叫人睁不开眼睛 过了几分钟 透过窜着火苗的烟雾 隐约望见三分之二的炮兵 倒在炮轮的旁边 剩下的几名炮兵 还不慌不忙 继续装炮弹 再发射 不过势头缓慢下来 波续培对安卓拉说 看得好 成功了 不 这种成功 在持续一刻中 接垒里 连十粒子弹 也剩不下 加弗洛士 好像听见了这句话 库菲拉克忽然发现 有个人在接垒外墙脚下 在街道上冒着淡雨 原来 这个人正是加弗洛士 他从酒楼操了一个装酒瓶的篮子 从街内窝口走出去 挨个的 拜访击毙在街内斜坡上的 国民卫队员 从容不迫的 将他们弹盒里装的满满的子弹 倒进自己的篮子里 库菲拉克问道 你到那干什么呢 公民 我要把篮子装满 你没看见打来的枪弹吗 是啊 下起了弹雨 那又怎么样呢 回来 回来 没事 等一会儿 他纵身一跃 到了街上 二十来具尸体 散乱地躺在整条街的路面上 对加弗洛士来说 是二十个子弹盒 对接累来说 是一大批的弹药 街上的硝烟好似迷雾 这条街虽短 可是巨手两端的交战双方 彼此几乎瞧不见 加弗洛士 各自矮小 又有烟幕遮掩 能在街上走出庭院 而未被发现 他倒空七八个子弹盒 也没有遇到多大的危险 他贴着地面 用牙咬住篮子 四肢快速地往前爬行 身子像蛇一般摇摆 如动着 从一个死人 爬到另一个死人 倒空子弹盒和子弹家 真像一只剥核桃的猴子 接雷里的人 见加弗洛士离开相当远了 怕引起注意 又不敢喊他回来 加弗洛士 从一名下士的尸体上 发现了一个火药壶 他一边往口袋里装 一边说 这个东西到时候用得长 加弗洛士再往前爬 终于到了烟雾稀薄的地段 这样一来 排列在石块掩体后面的部队射手 以及聚在接拐角的 长交国民卫队的狙击手 都突然指指点点 发现烟雾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加弗洛士 正从倒在石庄旁边的 一名中式的弹盒里取子弹 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尸体 加弗洛士说 好家伙 他们还要打这些死人 正说着 第二颗子弹 打在了加弗洛士旁边的石头路面上 蹦出了火星 第三颗子弹也打翻了他的篮子 加弗洛士成为射击的目标 他那神情简直开心极了 每次射击他就唱一段回敬 射手不断地瞄准他 但总是打偏 国民卫队员和部队士兵 一边瞄准一边哈哈大笑 加弗洛士忽而趴下 忽而起来 忽而躲到门的角落 忽而跳出来 总之忽隐忽现 忽而逃开 忽而回来 冲着枪弹做着鬼脸 同时还抢劫着子弹 倒空子弹盒 装满他的篮子 起义者的目光追随着他 一个个担心地屏住呼吸 整个积累都为他发抖 而他还在唱着歌 他不是个孩子 也不是个大人 而是精灵式的奇异的流浪儿 真像混战中刀枪不入的侏儒 他比追逐他的枪弹还灵活 不知跟死神 玩什么害人的捉迷藏游戏 然而 有一颗子弹 比其他的要准 或者说 比其他的要险诈 忽于打中 这灵活式的孩子 只见加弗洛士 打了个猎切 随即就瘫倒了 接雷里的人 都惊叫一声 只见这孩子 一接触路面 就像那巨人 接触大地一样 刚倒下去 又抬起身 坐在原地 脸颊上留下了一长条的鲜血 他举起双臂 注视着射来子弹的方向 又唱起歌来 加弗洛士 加弗洛士没有唱完 又一颗子弹 还是同一个枪手射过来的 加弗洛士 打断了他的歌声 这次 他脸朝地倒下 不再动弗洛士 不再动弹了 不再动弹了 这孩子的伟大灵魂飞升了 安卓拉到楼下 做了最后的指示 他的话语简短 语气却十分的镇定 他说 二楼 要准备好斧子 砍断楼梯 斧子有没有 有 有多少把 两把大斧 一把砍柴斧 好 我们活着的 还有二十六名战士 枪有多少支呢 有三十四支 多出了八支 这八支也装好子弹 放在手边 斩刀和手枪 全别在腰上 二十人在接累 六人埋伏在阁楼 和二楼的窗口 从石缝里 向进犯者射击 一个人也不要闲着 等一会儿 一敲起冲锋的战鼓 安排在下面的二十人 就奔向接累 先到就站好位置 布置完了 他又转向了染胃 并说道 先生 我们没有忘记你 最后离开这儿的人 要一枪 把这个密探的脑袋 打来 就在这儿吗 不 这个死尸 不能跟我们混在一起 蒙得托尔小街的接累 只有四尺高 一跨就能出去 这个人捆得很结实 可以压到那儿 去执行枪决 此刻 有谁比安卓拉还镇定呢 有一个人 那就是任卫 恰好在这时 任阿让出现了 他原来在起义者的人堆里 现在站出来 对安卓拉说道 您 是这儿的指挥吗 对 我是 刚才 您向我表示感谢 对 我是以共和国的名义 感谢你的 接累 有两位救星 你 和玛丽斯 彭曼西 那 您认为 应该奖励吗 当然了 那好 我就 要求一个奖励 什么奖励 让我 亲手 打死 这个密探 任卫 抬起了头 瞧见了 让阿让 他不易觉察地 动了一下 嘴里 咕咕咕弄弄地说 这样 好像很公道 安卓拉给卡冰枪 重新压上了子弹 这时候 他环视着周围 问道 大家 有意义吗 好 先生 你把这个密探 带走吧 然阿让 坐在桌子的一端 确实 把染卫 掌握在手心里了 他拿起手枪 只听 咔哒一声 这表明 子弹 上了膛 几乎同时 大家又听见了 君号声 环丽丝在 接壘上喊道 准备战斗 任卫笑起来 那种无声的笑 是他特有的 同时 他的眼睛 盯着奇异者 说道 你们的下场 并不见得比我好 大家都出去 准备战斗 任阿让 等到只剩下他和染卫了 就摸到桌子下面的绳结 将拦腰捆绑犯人的绳子解开 然后示意让染卫站起来 染卫照办了 但是他的脸上那种难以描摹的微笑 其中表现了虎落平原的高傲神态 染阿让描住染卫的腰带 拖着他 慢慢地走出酒楼 因为染卫的两条腿 有绳索绊着 只能迈出极小的步子 染阿让握着手枪 他们穿过接壘里的梯形控场 起义者都已转过身去 集中对付即将发生的攻势 马里斯单独守在接壘的左端 看见他们走过来 阿让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绊住双腿的染卫 拖过猛的托尔小街的接壘 但是他的手一刻也没有放松 他们跨过这道接壘 就来到了小街 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又让楼房的拐角遮住 谁也望不见了 前面几步远 就是从接壘里抬出来的 一堆可怕的尸体 死人堆里 能分辨出一个半裸女人的 惨白的脸 披散的头发 一只打穿的手和胸脯 那个人就是碍波尼 任卫打亮的那句女尸 又极为平静的小声说 我好像认识那个姑娘 接着他又转向了 让阿让 让阿让把枪夹在叶下 目光盯着陈卫 陈卫 没错 正是我 那好 先生 你可以报复 让阿让从砍尖兜里 掏出了一把折叠刀 把它打开 陈卫叫了一声 刀死 你做得对 你用这个更合适 然阿让 却割断套住 任卫脖子上的绳子 又割断绑他手腕的绳子 再弯腰割断他腿上的绳子 直起身子说道 任卫 您自由了 然卫不轻易大惊小怪 然而 他再怎么善于控制自己 这回也不免为之一阵 一时呆若目击 让阿让接着说 看来 我从这里出不去了 不过 万一出去 告诉您 我住在五人街七号 化名为歌风 任卫像老虎似的皱了皱眉头 扯开一点嘴角 咕弄地说 您什么意思 走吧 你说 你化名歌风 住在五人街 对 五人街七号 七号 任卫重新扣好礼服的纽扣 双肩一端 又恢复了军人笔挺的姿态 转过身去 插起双臂 用一只手 托住了下巴 朝菜市场方向走去 让阿让 让阿让目送着他 让卫走出几步 又回过身来 冲着让阿让喊道 你不要再耍我了 干脆点 一枪打锁吧 让卫 您走吧 让卫 缓步走开 片刻之后 他就拐进了 步道修士街 等染卫不见踪影了 然阿让便朝空中放了一枪 之后 他又回到了接雷 冲锋的战鼓突然敲响了 昨夜在黑暗中 接雷仿佛觉得有一条蟒蛇在逼近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街道空荡荡的 根本不可能偷袭 况且大部队已经暴露了目标 大炮已经开始怒吼 官兵朝接雷冲过来 强大的步兵纵队之间 按平均距离 穿插了国民卫队和保安队 兵友看不见 却听得见的大队人马坐后援 累着战鼓吹着军号 跑步进入这条街 全都端着刺刀 由弓兵开路 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冲向街壘 就像一根大铜柱 重重地撞击着墙壁 这堵墙顶住了 起义者猛烈开火 进攻队列 被迫后撤 聚集在街上 没有物体掩护 但是很凶 他们以猛烈的骑射 回击街雷 看过放花的人就能想起 有一种叫做大花篮的交叉烟火 试想 这束花不是冲上 而是横向 每束火花的顶端 都有一颗子弹 携着龙龙响雷 洒波的死亡 而街雷正处于下风头 双方都同样坚定不移 部队想尽快结束战斗 而起义者还要坚持斗争 在这场混战中 每个人都具有临终时刻的高大形象 而街上却堆满了尸体 街雷上的战斗 越来越激烈 街雷里满地弹片 真像是下了一场雪 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场面也越来越恐怖 马里斯还在继续战斗 他浑身受伤 尤其是头部 只见他满脸都是血 仿佛盖了一块红手帕 唯独安卓拉没有受伤 武器没了 他向左右伸手 一名起义者随手 塞给他一把刀 现在还幸存的首领 只剩下安卓拉和马里斯了 他们分别守在街雷的两端 敌军发动了最后的攻势 终于得手 大队人马刺刀如鳞 小跑着冲上来 势不可挡 在硝烟中 密集的突击队登上了街雷 这回大势已去 守卫中断的起义者 乱哄哄地退却了 这时候 求生的欲望 在一些人的心中 朦胧醒来 面对着枪林弹雨 好几个人都不想死 于是保命的本能 发出嚎叫 人又恢复了兽性 于是他们又喊又叫 用枪托砸门 用脚踢门 还合拢着双手哀求 就是没有人来开门 马里斯还在外面 他刚刚挨了一枪子 锁骨被打碎 只觉得要昏倒了 眼睛已经闭上 忽然感到 被一只强有力的手 抓住了 他要昏过去的当 最后念起 可思埃特 同时也掺杂着 这种念头 我被俘了 我要被清蔽了 安卓拉 在逃进酒楼里的人群里 不见了马里斯 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然而此刻 人只有时间 来考虑自己的生死 安卓拉搭上了门栓 插上插销 门钥匙拧了两圈 又加上了挂锁 而这个功夫 外面猛烈砸门 士兵用枪托 攻兵用斧子 官兵急在门外 开始围攻酒楼了 二十多个进攻的人 有士兵 国民卫队和保安警察 他们跌起人梯 利用半截楼梯 顺墙往上爬 抓住天花板 劈伤最后几个 在洞口的顽抗者 终于冲上二楼 他们在可怕的攀缘中 大多面部受了伤 血流满面 迷住了眼睛 一个个火冒三丈 野性大发 可是二楼大厅里 只剩下一个人还站着 就是安卓拉 他既没有子弹 又没有利剑 手里只握着一根枪筒 那枪托 早已在入侵者的头上砸断了 安卓拉退到了屋角 用弹子台挡住了进攻者 昂首挺胸站在那里 眼睛放射出自豪的光芒 手中握着枪筒 那样子看起来还很凶 谁也不敢轻易靠近 这时候突然有人嚷嚷道 他是个头 正是他打死了炮手 他主动站到那了 还真不错 你别动他了 就地枪决的 安卓拉说道 好啊 来吧 打死我吧 他把枪筒一扔 插起了双臂 把胸膛挺过去 在安卓拉角落的对面 十二名士兵排成一列 一声不响的上好了子弹 然后一名忠士喊了一声 瞄准 这时候一位军官干预进来 等一下 那位军官问安卓拉 先生 您要不要蒙上眼睛 不要 真的是您打死了炮手吗 是的 士兵们的目光都盯在退至墙角 仿佛用弹子台掩护的安卓拉 瞄准 共和国万岁 安卓拉中了八枪 仍然靠墙站立着 仿佛被子弹盯住 只是脑袋搭了下来了 再说玛丽斯 他在克林斯酒楼的外面 被击中了一枪 当时他正要摔倒 并失去知觉 忽然感到被一只手 从背后揪住 而那正是 然阿让的手 战斗的硝烟很浓 然阿让好像没有瞧见 玛丽斯 其实他的目光 始终盯着他 当一枪打倒玛丽斯的当 然阿让立刻来个恶虎扑石 敏捷地窜上去 把他当作猎物抓走了 那功夫 进攻的风暴 已经十分猛烈了 但是集中在酒楼门口 和安卓拉身上 也就没有人 看见然阿让 然阿让抱着昏过去的 马丽斯穿过波去陆石的 接累战场 拐过柯林酒楼 就不见了 然阿让走到酒楼的跟前 便收住了脚步 将马丽斯轻轻地放到地下 他靠着墙 四下观察着 此刻刑事万分危急 眼下也许还有两三分钟 这扇墙还算隐蔽 然而如何从这屠戮场杀出去呢 怎么办 除非鸟儿才能逃脱 必须当机立断 想个办法打定主意 几步开外正在战斗 幸而所有人都在激烈地争夺一个点 就是酒楼的门 然而万一有个士兵 哪怕有一名士兵 想到绕过酒楼 或是从侧面攻打 那就全完了 然阿让望望对面的楼房 看看旁边的接累 又瞅瞅地面 心急如焚 一瞅莫展 简直要用目光挖出个地洞来 他极力地注视着 看见有一扇安在地面上 被塌下来的露石部分 覆盖的铁栅门 那扇门约有两尺剑方 是用粗铁条造的 石器的筐子已经拆毁 铁栅门也好像分离了 从铁条空隙看下去 只见一个幽暗的洞口 类似烟道或者是水槽的管道 让阿让急忙冲过去 他那越狱的老本领 像一道亮光忽然照亮脑海 他搬开石块掀起铁栅 扛起死尸一般的 一动不动的玛利斯 进入了那个幽暗的洞口 这里极度的宁静 一片死寂 是黑沉沉的夜 从前 他由大街翻墙 进入修院的印象 又浮现在眼前 不过 他今天背负的不再是 可塞特 而是 玛利斯 然阿让 进入的是巴黎的下水道 这种转移 前所未闻 然阿让就在市区 却离开了城市 只是眨眼的时间 就从凶险的绝境 进入了绝对的安全 不过 背上的这个伤者 还是一动也不动 然阿让也说不准 他背到阴沟里来的这个人 是活人 还是尸体 他头一个感觉 就是自己的双目失明 猛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耳朵也似乎聋了一分钟 什么也听不见了 残沙的风暴 扫荡着他头上 极齿远的地方 正如前面所说 由于隔着厚厚的土层 声音传到他这里 就止息而模糊不清了 听着就好像从深深的地下 传上来似的 然阿让感到脚下是石地儿 仅此而已 但这就足够了 他伸出一条手臂 又伸出一条手臂 摸着两侧的墙壁 由此判断 横道极窄 他脚下一滑 又发现石板很湿 便小心地走了一步 怕碰到地洞 小井或者深坑什么的 他往前试探着走走 确认石板路向前延伸 一股恶臭袭来 他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过了一会儿 然阿让渐渐地恢复了视力 一点光线 从他滑落的通风口射进来 他的眼睛也开始适应了地道的环境 能够辨别出一点东西了 然阿让此时以为他们得救了 其实不然 另一种危险也许正等待着他们 而且不可以小事 然阿让走出了五十步 不得不站住了 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条航道接着一条横向管道 两条路摆在面前 选择哪一条呢 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呢 迷宫一片漆黑 如何定向呢 这座迷宫有一条导引线 就是坡渡 走下坡路 就是走向塞纳河 然阿让当即就明白了这一点 他估计是在菜市场的下水道 如果是选择左边的下坡路 不用一刻钟 就会走到河边交易所桥 和新桥之间的排水口 这就是说 在大白天出现在巴黎人口 最稠密的街区 很可能闯进 拒着闲人的十字路口 看见两个血淋淋的人 从他们的脚下地里钻出来 行人该有多么惊愕 警察会赶来 附近的保安队也会出洞 这样 人还没出洞口 就会被警察抓住了 还不如干脆深深地 钻进迷宫 依赖着黑暗 至于出路 那就听天由命了 于是让阿让向右拐 走上坡路了 他一拐进横向坑道 远处通风口的光亮就消失了 眼前又落下了黑幕 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是让阿让仍然往前走 而且尽量地加快脚步 背上的玛丽丝的两条胳膊 搭在他的脖子周围 两条腿搭了在他的身后 让阿让一只手抓住这两条手臂 另一只手摸着墙壁 玛丽丝的脸 贴着让阿让的脸 还在流着血 微微温暖的液体流淌到他的身上 进入他的衣衫 他都有所感觉 然而 挨着他耳朵的受伤者的嘴里 仍然吐出一股股潮乎乎的热气 说明人还在呼吸 还活着 让阿让 这时走的坑道 要比头一条要宽些 他走起路来相当的吃力 昨夜的雨水还没有排进 在坑道中间形成一条小激流 然阿让必须紧贴着墙 免得汤水走 他这样在黑暗中前进 好似黑夜 生物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索 消失在地下黑暗的脉管里 然阿让一直往前走 心中焦急不定 但还是保持着镇定 他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清楚 完全靠壮大运 换句话说 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这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然阿让静止朝前走 就在出乎意料的时刻 他发觉不是上坡路了 水流不是冲击脚尖 而是撞击脚根了 现在水倒是下坡 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突然走到塞纳河边呢 这样危险很大 可是后退风险更大 让阿让 还是继续往前走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隧道里越来越黑暗 猛然他看见前面有自己的影子 他不禁恶然回过头去 在身后 他刚刚经过的航道里 看似很远很远 有一颗可怕的星 穿透重重黑暗 仿佛在注视着他 那星光的后面 隐约晃动着十来个 模糊不清 挺直而可怕的黑影 原来是警察 六月六日白天 当局下令搜索下水道 担心那里成为战败者的避难所 搜索隐秘的巴黎 由警察总署署长基斯凯负责 警察装备有卡冰枪 棍棒刀和剑 此刻射向拉让的光 正是右岸巡逻队的灯笼 这支巡逻队 刚刚搜索了中盘街下面弯水道 和三条死汉道 他们举起灯来 查看死汉里端的时候 然而让已经走过了这几个汉口 认为比主隧道狭窄 而没有进入 警察走出中盘街下水道的时候 仿佛听见主汉道那边传来声响 那正是然而让的脚步声 巡逻队长举起灯笼 小队的人就朝传来声响的迷雾方向张望着 然而让一站住 想动也就截然而止 巡逻队的人侧耳细听 却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们伸着脖子张望着 却什么也没有忘记 然而让 望见那些妖怪围成一圈 那些熬犬的头凑到一起 正在低声地说话 小队长下令左拐走向塞纳河边 他如果是灵机一动 分成两组 朝两个方向来搜索 那让阿让就一定会被捉住 这对让阿让来说 真是幸运 小队长临走的时候 为了尽到警察的责任心 还朝丢下的阿让那个方向 打了一枪 枪声在这地下墓穴里 回音不断 一块灰泥掉进细流中 在阿让几步远的地方 溅起了水花 这就向他表明 子弹打到他头上的拱顶了 整齐而缓慢的脚步声 在下水道里回响了一阵 渐渐地远了 也渐渐地弱了 任阿让还是不敢动他 久久地靠在墙上 他竖着耳朵 睁大眼睛 目送着那鬼魂巡逻队 化为乌有 巡逻队终于消失了 任阿让又继续往前走 就不再停下了 他的本能真是帮了他的大忙 走下水确实是有生的可能 又过了一条水流 大概是玛德兰教堂下面的支管了 走了几步便停下了 他疲惫不堪 有一个相当大的通风孔 大概是昂如阶的洞眼 射进一道颇为明亮的光线 然阿让就像对待受伤的兄弟那样 将玛丽丝轻轻地放在钩坡上 玛丽丝双目紧紧地闭着 头发黏在鬓角上 好似干了的红色画笔 双手垂下不动 肢体冰冷 嘴角还凝着血块 他的领结上也凝聚着一个血块 衬衫挤进伤口里 外套的泥布擦着翻出来的鲜肉 然阿让用指尖轻轻地解开了 他的衣衫 手掌放在他的胸脯上 绝出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然阿让从自己的衬衫上 撕下了一条布 尽量地包扎好伤口 止住流血 然后 他借着半明不暗的光亮 俯下身子 怀着难以描述的仇恨 注视着昏迷不醒 几乎断气的玛利斯 刚才 然阿让给玛利斯解衣服的时候 发现他的兜里有一样东西 这是昨天忘记吃的面包 和玛利斯的笔记本 然阿让吃下面包 又打开了笔记本 在头一页上 发现了玛利斯写的几行字 是这样写的 我叫玛利斯 彭曼西 请把我的尸体 运到我外族父家 沼泽区 受难会 修女阶六号 吉诺曼先生说 然阿让 然阿让借着通风口的光线 念了这几行字 发了一会儿呆 他若有所思 难难地重复着 受难会 受难会 修女阶六号 吉诺曼西 吉诺曼先生 然阿让把笔记本放回玛利斯的兜里 吃了面包 恢复了体力 就又背上玛利斯 小心地让他的头枕着自己的右肩 沿着勾道继续朝下水方向走去 然阿让又上路了 他拼命地往前走 速度还相当快 就这样走了一百米 没有抬头 几乎没换气 忽然撞到了墙上 原来是到了沟道的拐弯处 他只顾低头往前走 到拐弯处便撞上了墙 他抬头一看 只见前面 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沟道的尽头有亮光 这回可不是凶光 而是祥和的白光 那是天光 然阿让望见了出口 不错 这是出口 但是却出不去 远拱出口 关着一道粗铁闸门 看来这扇门的脚链 已经锈住了 而且还有一把 绣成红砖的大锁 把铁闸门牢牢地锁在石头门框上 铁闸门外面是大自然 是河流和阳光 河滩极窄 但足可以过人 那远处的河岸 巴黎 极好藏身的深渊 辽阔的天地 自由 往右边河下望去 能认出 耶娜桥 左边上游 则是残废军人院桥 这个地点很有力 等天一黑 就能逃出去 这是巴黎 最僻静的地点 河岸的对面 是巨石教堂 苍蝇 从扎门铁条之间 飞进飞出 这时 大约是晚上八点半 天就要黑了 然阿让 捡钩到墙角杆的地方 将玛丽丝放下来 然后走到了铁栅门前 两只手紧紧地 抓住铁条 拼命地摇汗 可是根本就动不了 铁栅门一动不动 然阿让 挨根抓住了铁条 期望能够拔下一根 最不牢固的 好用来撬门 或者是撬锁 然而 一根铁条也不活动 就是老虎牙 也没有这么牢固 搞不到撬棍 就不能硬撬开 克服不了这个障碍 就无法打开这扇门 难道 就得死在这儿吗 杭道门口的铁栅栏 阻挡了 然阿让 然阿让所做的一切 都徒劳无益 他转身背向铁栅门 扑倒在地上 不是坐下 而是瘫在那里 靠近一直不动弹的 马里斯 他的头垂到了 两膝之间 在这无比颓丧的时刻 让阿让 让阿让想到谁了呢 不是他自己 也不是马里斯 而是 克塞特 正在让阿让 陷入万念俱灰的状态 忽然 感到一只手 搭在他的肩头 一个轻轻的声音 对他说 朋友 咱们给半分 这黑暗中 还会有人 绝境比什么 都更像梦境 让阿让 真以为是在做梦 他一点也没有 听见脚步声 怎么可能呢 他抬头一看 一个男子 站在他的面前 那个人 身穿着一身劳动服 光着脚 鞋在左手拎着 他脱了鞋 走到跟前 显然是不想让 让阿让听见 此时的让阿让 一刻也没有犹豫 这个人虽然突如其来 但是并不陌生 他正是已经 越狱潜逃的 德纳迪 可以说 然阿让 猛然惊醒了 不过 他对险情 早已习以为常 久在意外的打击中磨练 能够立刻镇定下来 恢复整个 随机应变的能力 双方等待了片刻 德纳迪 用右手 举到额头前 来遮光 他 一点也没有认出来 刚才说过 让阿让背着光 有满脸 污泥和血迹 已经面目全非 就是大白天 也不会有人 认出来 反之 德纳迪 迎着铁栅门的光 固然 那像地窖的光 一样惨淡 但却很清晰 遮住面孔的 然阿让 和圆形壁露的 德纳迪 在这里 狭路相逢 然阿让 当即发觉 德纳迪 没有认出他来 他们在半明半暗中 相互审视片刻 就好像彼此在较量 德纳迪 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说 我说朋友 你打算怎么出去呢 这门锁没法撬开 可是您得从这出去 对 那咱们就对半分 我不明白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杀了人 好啊 可是我呢 我有钥匙 德纳迪 说着 指了指 马里斯 继续说道 我不认识你 但是 我愿意帮助你 可是 你 得 我愿意帮助你 我愿意帮助你 让阿让 把大钥匙 把大钥匙的半截 又补充了一句 要不要 要不要见识一下 这钥匙是什么样子的 就在这儿 阿让 阿让 惊呆了 他甚至怀疑眼前所见的是真事 德纳迪把拳头塞进劳动服的大口袋里 掏出一根绳索递给了阿让 说道 拿着 我还饶你这根绳子 绳子 干什么用 您还需要一块石头 不过在外面可以找到 那儿有一个瓦砾堆 石头 干什么用 笨蛋 你要把这短命鬼丢进河里 就得有一块石头和一根绳子 要不然那尸体会飘起来的 任阿让接过了绳子 德纳迪用手指打了个响 就想猛然想起什么事那样 对了 我去 你是怎么过那泥坑的 我可不敢冒险踏进去 你身上的味好呢 我问你话 你不回答也对 还有啊 一声不吭 就没有说话声音太高的危险 无所谓 反正我也没有看见你的脸 不知道你的名字 不过 你若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想干什么 我知道 你干掉了这位先生 你现在想把他塞到什么地方 要找一条河 我来帮你摆脱困境吧 一个好人有难处 我倒是乐意帮一帮的 你这家伙可真棒啊 你干嘛不把这人扔在里面呢 我明白了 其实啊 你这样干也许是明智的 明天工人来填坑 会发现扔在那儿的巴黎人 警方就会连起一条条线索 顺藤摸瓜 摸着了你的踪迹 一直追到你的面前 有人经过这条阴沟 是谁呢 是从哪来的 有人瞧见他出去了吗 那警察可机灵得很啊 阴沟能出卖人 告发人 能找到这种地方的人 可不通寻常啊 这足以引起注意了 很少有人利用下水道做案 而河流则人人都可以利用 那河流是真正的墓穴 一个月后 有人在省克鲁的河网上 把这尸体捞上来 那又怎么样了 那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啊 嘿嘿嘿 这人是谁杀的 巴黎法院连调查 都不调查 我说 你做的对呀 现在 这张生意 该拍板了 二姨天总 平板分板 我的钥匙你看见 你的钱 也量给我看看 此刻的德纳迪 像野兽一样 惶恐不安 又鬼鬼祟祟 那样子还带点威胁 但始终还算友好 有个情况很怪 德纳迪的言谈举止 很不自然 神态一点也不自在 尽管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 她说话的时候 却把声音压得很低 还不时把手指按在嘴唇上 嘘一声 叫人猜不出其中的缘故 这儿只有他们两个 没有别人 然而让不免猜想 可能还有盗贼藏在某个角落 离这儿不大远 德纳迪不打算 同他们分赃 德纳迪又说道 我说 快点了结 这个短命鬼兜里 有多少钱 然而让 便搜自己的兜 他的身上 通常总习惯带着钱 他晦暗的生活 总要应付意外 这已经成为 他的一条准则 然而这次 他却措手不及 昨天夜晚 他情绪沮丧 魂不守舍 换上国民卫队制服的时候 竟然忘记了带钱包 而现在 只有砍尖兜里 装着少许的零钱 凑起来 也就是约三十法郎 他把浸透泥水的衣 都翻出来 剪出了一枚金鹿椅 两枚五法郎钱币 和五六个铜钱 放到下水道的钩坎上 德纳蒂伸出下嘴唇 歪了一下脖子 他说道 杀了人 就为这点钱 德纳蒂开始放肆地摸索 拉让和玛丽丝的口袋 拉让由他坐去 只注意自己背着光就行了 在翻玛丽丝的衣服的时候 德纳蒂以爬手的灵巧 设法撕下一片衣巾 掖进了自己的劳动服 却没有让拉让瞧见 想必是以为 凭着这片衣巾 日后能认出被害者和凶手 德纳蒂说 你们只有这一点 他全部 把这些钱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忘记他说的 对半分的话了 对几枚铜币 他略显犹豫 想了想还是收了去 同时嘴里咕弄地说道 算了算了 我人倒霉吧 这么便宜就把人干掉了 他收了钱 又把大钥匙 从劳动服里面拉出来 朋友 现在 你得出去 这里就像集市一样 付了钱才能出去 你付了钱 就出去吧 德纳蒂用钥匙帮助一个陌生人 让一个外人从这道门出去 动机是否很纯 要无私地救一个凶手呢 这是值得怀疑的 德纳蒂帮着 把玛丽丝背到 让阿让的肩上 然后点着赤脚 走到了铁栅们的门前 并招手让让阿让跟上来 德纳蒂往外张望了一下 将手指放在嘴上 仿佛迟疑了几秒钟 查看之后 他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左舌滑出来 铁栅们转动了 却没有发出一点 吱吱咯咯咯的声响 极轻极轻 显然这道门的脚链 仔细地上了游 谁也想不到 开得这样的频繁 这样悄然无声 倒挺慎人 让人感到一些夜猫子 踏着罪恶的轻轻脚步 偷偷地来来往往 悄悄地进进出出 这阴沟显然是哪个 秘密团伙的同谋 这道不声不响的铁栅们 就是个窝主 德纳蒂半打开门 刚刚能让让让让通过 随即又关上了门 钥匙在锁眼里拧了两圈 然后就隐没在黑暗里 轻如一阵微风 他的脚步就像老虎 毛茸茸的爪子 这个可怕的天主 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然而让终于来到了外面 他来到河滩 轻轻轻地放下了马里斯 他们出来了 腐烂的臭味 黑暗 恐惧 统统被丢在身后 沐浴到纯净 新鲜 欢快而有益于健康的空气中 可以畅快地呼吸了 周围 周围是一片寂静 然而让 俯身瞧瞧 马里斯 又用手心 咬上了一点河水 往马里斯的脸上 轻轻地洒了几滴 马里斯 没有睁开眼睛 但是微张的嘴还有气 然而让又把手伸进河里 却不知为什么 突然感到很别扭 就像身后有人而未看见的那种感觉 他回头一看 身后果然有个人 一条大汉 身穿着长礼服 插着胳膊 右拳握着一根 看得见牵头的短棍 站在他的后面 离蹲在马里斯身后的 然而让 只有几步远 在沉沉暮色中 这个人真像一个幽灵 然而让认出来 这个人就是染卫 在接雷里 染卫想也未敢想 居然逃脱了 逃脱后 他赶到了警察总署 在短暂的接见中 向总署署长口头汇报了情况 然后又立即去执勤 从他的身上搜出的字条 我们还应当记得 他的勤务 包括监视和右岸 相信利舍一带河滩 进来那里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远卫到了那儿 发现了德纳迪 便开始跟踪追捕 其余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也终于明白 那道铁树门 能那样殷勤地为 拉让打开 也是德纳迪的 一部妙棋 德纳迪感到 染卫一直守在那儿 被钉烧的人 都有一种准确 无误的嗅觉 就是必须给那条警犬 丢下一根骨头 提供个凶手 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呀 送上个替罪羊 也绝不会拒绝的 德纳迪让拉让 替他出去 放出一个猎物 就会把警察引开 让染卫守候的有所得 去追查一个更大的案件 这样一来 既让警探满意 自己又白转了三十发廊 还可以趁机溜走 让阿让过了一个暗礁 又撞到另外一个暗礁 此时让阿让已经面目全非 人为没有认出他来 他放下手臂 并以不易觉察的动作握紧了短棍 以短促而平静的声音问道 您是谁 是我 是谁 您 任阿让 任卫用牙叼住了短棍 屈膝俯身 两只强有力的手掌 按在了任阿让的双肩上 像铁钳似的紧紧抓住 定睛端详 终于认出他来 此刻他们的脸几乎贴上 任卫的目光很凶险 任阿让一动不动 任由任卫抓着 他说道 任卫探长 您抓住我了 其实 从今天早晨起 我就认为 是您的犯人了 当时 我把住址告诉您 就绝无逃走的打算 您逮捕我吧 不过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 任卫仿佛没听见 他还定睛地看着 让阿让 下巴撅起 把嘴唇顶向鼻子 是一幅沉思的胸像 片刻 他终于放开手 呼地站起身 有一把抓住了短棍 问了一句话 您在这儿干什么 扛着的 又是什么人呢 哦 任卫探长 我正想 同您谈谈 他的事 您先帮着我 把他送回家 随后 随你怎么处置我 我只求您 这一件事 任卫皱起了面孔 他并没有回绝 他又俯下身子 从兜里 掏出手帕 放在水中浸湿 擦去了 玛丽丝额头的血迹 他仿佛轻声地说 这个人 原来在接雷里 就是别人 叫他玛丽丝的人 真是 真是头等警探 认为自己必死的时候 还什么都观察 什么都倾听 什么话都能听到 什么情况都收集 他抓起玛丽丝的手 摸摸麦西 这时候 然而让说道 他受伤了 不 他死了 他还没有死 是您 从接雷 把他背到这儿的 是的 他住在 昭泽区 兽弹会 修女街 他外祖父家中 那个姓名 我不记得了 然而让 摸摸 玛丽丝的衣兜 掏出了笔记本 翻到 玛丽丝用铅笔写的 那一页 递给了染卫 空中还有浮光 足能看清字迹 况且 染卫的眼睛 像夜鸟 有猫眼 那种灵光 他变读了 玛丽丝写的 几行字 嘴里咕弄道 基诺们 首难会 修女街六号 接着 他叫了一声 舍夫 此刻 那辆马车 还停在那儿 在听后调遣 人为留下 玛丽丝的笔记本 不大的功夫 马车 就顺着 银水泼道 驶下来 停到了河滩 玛丽丝被安置在后排的座椅上 任卫和然阿让并排坐在前座 车门一关上 马车就驶离河滩 沿河滨路 朝上游巴士底方向 飞驰而去 马车在路石上 每颠簸一下 马丽丝的头发中 就滴下了一滴血 马车行驶到受难会 修女街六号 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任卫头一个下车 望了一眼 大门上面的门牌 重重地敲了一下 门打开一条缝 让染卫一把推开 只见门房举着蜡烛 露出半截身子 打着哈欠 还睡眼惺忪 楼里住户全睡觉了 住在沼泽区的人都睡得早 尤其是在动乱期间 这功夫让阿让拖住 马丽丝的腋下 车夫抱住马丽丝的腿 把他从车里抬出来 让阿让一面拖着马丽丝 一面把手伸进了 他撕开的衣服的兜里 摸摸他的胸口 确认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而且心脏跳得不像先前 那么微弱了 就像经过车子的颠簸 又恢复了几分生机 染卫对门房说话的声调 明显带有官方对待 叛乱分子的腔调 他说 这儿有个叫吉诺曼的人吗 就是这儿啊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们把他的儿子送回来了 什么 他儿子 对 不过人已经死了 人阿让衣衫又破又脏 跟在染卫的后面 他向门房摇摇头 可是门房有点讨厌他 而且似乎也没有听懂染卫的话 也不明白 人阿让摇头的意思 染卫接着说道 他去了接雷 这不弄回来了 他去了接雷 对 他是去找死 你快点去 把他父亲叫醒 快去呀 明天 这儿要送葬了 这儿要送葬了 门房只好叫醒了 玛瑞斯的姨妈 至于外祖父 还是让他继续睡觉吧 他们把玛瑞斯抬上了二楼 安置在基诺曼先生前厅的旧长沙发上 没让楼里的其他住户听到一点动静 这时候 这时候 拉让感到染卫在拍他的肩膀 心下马上就明白了 跟随着染卫下楼去了 门房望着染卫和拉让离开了 就像看着他们到来一样 始终处于惊恐的梦游状态 染阿让和染卫又上了马车 车夫也回到了座位上 染阿让说道 染卫探长 请再允许我一件事情 你还有什么事 让我回一趟家 然后随你怎么处置我 染卫沉默片刻 下巴缩进衣领里 继而他放下前面的玻璃 说道 车夫 去五人街七号 马车在行驶 一路上 染卫和染阿让 他们谁也没有在开头 此时 染阿让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通知克塞特 告诉他 马律斯现在在什么地方 也许还给克塞特一些有意的指点 如果可能的话 再做最后几点安排 至于他自己的事 就是这样 他被人为逮住 并不拒绝 恐怕是由于他自从建了主教之后 面对任何残害行为 哪怕是残害自己 也不想轻易去做了 马车驶入五人街口 便停下来 街道太窄 进不去车 染卫和染阿让便下了车 车夫恭敬地向警探先生指出 车里的私容被遇害者的血和凶手的泥浆弄脏了 说应当付给他一笔赔偿费才可以 并当即从兜里掏出小本子 请警探先生费审写上一点证明或者什么 染卫推开车夫递过来的小本子说道 面同等候和跑路的费用 总共该给你多少钱呢 一共是七个小时零一刻钟 还有车上的私容 本来是全新的 警探先生要给八十法郎 染卫从兜里掏出了四枚拿破仑金币 将马车打发走了 染阿让心想 染卫大概打算步行 带他去白斗峰街哨所 或者是档案馆哨所 这两处都很近 小街跟平常一样寂静无人 染阿让和染卫一前一后走进去 到了七号门 染阿让敲门 楼门打开了 染卫说道 好吧 您上去 我在这儿等你 染阿让瞧瞧瞧染卫 这种做法不大符合染卫的习惯 不过染阿让既以决心自首并去了断 那么现在染卫向他表示一种傲慢的信任 他是不会感到十分意外的 染阿让推开门走进楼里 对躺在床上拉门拴绳的门房 嚷嚷了一声 是我 染阿让上楼去了 楼道有一扇吊窗开着 同许多老式楼房一样 楼梯对着街道能够采光 而街上的路灯正巧在对面能给楼梯照点亮 上下楼省得再点灯了 染阿让不是为了喘口气 而是机械地朝窗外探探头 他俯瞰着街道 这条街很短 从头至尾都在路灯光的照耀下 染阿让一阵惊喜 但是 瞬间他便愣住了 染卫已经不见了踪影 玛利斯刚到的时候 被安置在长沙发上 他毫无知觉 继而又被巴斯克和门房抬进了客厅 去请的医生赶来了 玛利斯的姨妈也已经起床了 玛利斯的上身没有一点内伤 有一颗子弹打中 却被皮夹子挡了一下 偏向肋骨滑了一道大口子 但是并不深 也就没有什么危险 倒是在阴沟里长途跋涉 使受伤的锁骨脱了臼 这处伤才真正麻烦 胳膊上有刀伤 但是没有破相伤着脸 只是头顶刀痕累累 医生用凉水清洗玛利斯的脸和头发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一桶水就被染红了 门房举着蜡烛给照亮 只见医生满面愁容 仿佛在考虑 他不时地摇一下头 好像在回答内心提出的问题 这个表情对伤病者来说 是不祥之兆 医生正在给玛利斯擦脸 用手指轻轻触碰 他始终紧闭的眼皮 客厅里侧的门打开 探出了一张苍白的长脸 那是玛利斯的外祖父 基诺曼先生 这两天来 基诺曼先生让暴动 闹得是很不安 也很气愤 并且很担心 前天夜晚睡不着觉 次日发了一天的烧 昨晚便早早地睡下了 他实在是太疲倦了 基诺曼先生的卧室连着客厅 大家再怎么小心 也弄出点动静 便把他惊醒了 他望见门缝里透进烛光 不免诧异 就下床摸黑走了过去 他停在半开的门口 一只手抓住了门把手 头摇晃着 稍微向前探着身子 身上紧紧地裹着白色的睡袍 基诺曼先生 看见了床 看见了床垫上 躺着的血淋淋的青年 只见这位青年 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 张开嘴 嘴唇发青 上身赤裸 满身是紫红色的伤口 在明亮的烛光下 一动也不动 古兽如柴的老人 从头到脚 开始颤抖起来 他那因高龄 而角膜发黄的眼睛 照了一层透明的闪光 整张脸顿时变成了土灰色 棱角跟骷髅一样 双臂搭了下来 就跟断了发条似的 两只颤抖的老手 岔开指头 表明他内心万分的惊恐 他的膝盖向前弯曲着 从顶开的睡袍里 露出竖起白毛的 两条可怜巴巴的腿 他咕弄了一句 马律师 基诺曼先生 有人把马律师送回来 说他去了接壘 而且 我的马律师 他死了吗 你就是医生 请告诉我一个情况 他死了 对不对 医生极度的担心 没有应声 基诺曼先生 搅着双手 哈哈大笑 笑声特别的渗人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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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接壘上去 让人给杀了 就是因为恨我 他跟我作对才这么干的 你个心血鬼 你就这样回来见我 我一生的灾性啊 他就这样死了 这时候 马律师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但是 从昏迷中刚刚醒来 目光还蒙着惊讶的神色 停在基诺曼先生的身上 老人叫道 马律师 巴律师 我的小马律师 我的孩子 我心爱的孩子 你的眼睛睁开了 你在看我了 你又活了 谢谢 基诺曼先生 随即昏倒了 任卫 缓步离开了五人街 有生以来 他走路 头一回低着头 也是头一回背着手 他拐进僻静无人的街道 朝最近的路 走向了塞纳河 又沿着河沿 走到了河滩广场 在圣母院桥的拐角停下来 塞纳河流经这里 形成一个水流湍急的方形湖面 这是水手们畏惧的塞纳河段 这段急流比哪处都危险 只因桥头墨房 打了一排木桩 如今已拆除 但当年却逼窄了江流 水势湍急 再加上两座桥 相距甚进 危险倍增 河水流经桥洞的时候 汹涌奔泻 大浪翻滚 河水在方湖中聚集猛掌 波涛冲击着桥墩 用流动的粗绳索 要将桥墩连根拔走 人掉进去 就再也扶不上来了 游泳能手 也能淹死在里面 任为两个臂肘 撑着桥栏杆 双手托住自己的下巴 指甲 机械地抠进浓密的头发里 一副沉思的样子 任为痛苦万分 几个小时以来 任为不再那么单纯了 他心慌意乱 这颗头脑在盲目中 十分清澈 而现在却浑浊了 这块水晶里生了云雾 任为的良心感到 他的职责一分为二 也不能像自己 再掩饰这一点了 他在塞纳河滩 十分意外地碰到了 让阿让 当时 他的心情 既像是狼捉到了猎物 又像是狗 找到了主人 任为的面前 有两条路 而现在 令他万分痛苦的是 这两条路完全相反 相互排斥 究竟哪一条路 是正确的呢 任为的处境 难以描摹 一个坏人 成了救命恩人 欠了这笔债 就要偿还 这就是唯心的 同一名惯犯 平起平坐 还要还这个人的人情 听对方说一声 走吧 然后自己再还一句 你自由了 这种种荒谬的事情 都出现了 都堆积在他的身上 令他目瞪口呆 有一件事 令任为惊诧不已 就是让阿让 竟然宽恕了他 还有一件事情 更让他愕然 就是他任为 也宽恕了让阿让 他究竟怎么了 原来的那个自己 到底去了哪里呢 现在怎么办 交出让阿让 这样做不好 难道放了让阿让 这样做也不好 任为感到自己 矛盾重重 想想刚才的所作所为 真是不寒而栗 他 任为 竟然全然不顾警察的条例 不顾社会和司法机构 以及整个法典 竟然决定放掉一个人 而这个人 曾经还是个苦义犯 任为还认为自己做得对 符合自己的心愿 以私事充公事 难道这种行径 不是卑劣透顶吗 任为每次面对自己的这种 没有说法的行为时 就从头到脚地发抖 不知道如何去决断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采纳 立刻回到五人街 将阿让抓起来 显而易见 他应当这么做 但是 他又不能这么做 然阿让 让染卫惊恶 支撑染卫一生的所有的原则 在这个人的面前 全垮掉了 然阿让 对染卫的宽宏大量的态度 却把任为置于难堪的境地 他想起另外一些事 当初认为是虚假荒诞的 现在看来全都真实可信了 然阿让之后出现了 马达兰先生 两个形象重叠起来 就合二为一 成为一个可敬的人了 然卫感到 有一种可怕的东西侵入心灵 就是对一名苦义犯的敬佩 敬重一名苦义犯 这怎么可能呢 染卫不寒而栗 但又摆脱不掉 他突然地抗争一阵 最后不得不在内心里承认 这个坏蛋品质高尚 这种情况实在是恼人 一个行善的恶人 一名苦义犯 却富有同情心 既和蔼又乐于助人 心肠宽厚 总是以德抱怨 宁愿断送自己 也不肯毁掉敌手 救助打击过他的人 跪在美德的高高的神坛上 超凡脱俗的 而接近天使 染卫不得不承认 这个怪物确实存在 继而 染卫又想到了自己 在逐渐高大起来的 拉让的旁边 染卫看见自己 变得渺小了 然而 他又为什么 接受这个人 放自己一条生物呢 他在接雷里 有权被杀害 他也应该运用这一权力 向其他起义者呼救 挫败 让啊让 迫使别人 把自己枪毙 这样 难道不是更好些吗 染卫 惶惶不安的 就是丧失了信念 他感到自身 连根给拔起来了 法典 在他的手中 也成了一节断幕 他要对付 一种陌生的顾虑 他心中情感的动物 和他始终奉为 唯一尺度的法律判断 截然相反 还保持着 以往的正义 已经不够了 一连串 想象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令他信服了 一个新天地 在染卫心灵里 展现出来 这就是 受恩图报 为人忠诚 仁慈宽厚 出于怜悯 而违反严明的纪律 接受不同的人 不再一棒子 把人打合 不再把人打入地狱 法律的眼睛 也可能留下一滴泪 一种莫名的 上帝的正义 恰好通人的正义 背道而驰 然卫望见黑暗中 骇然升起一颗 陌生的道义太阳 他感到恐惧 而且目眩神遥 就像猫头鹰 被迫 被迫 换上了 雄鹰的目光 染卫不得不承认 人事存在善良 这名苦义犯 早就是善良 而他染卫 也刚刚变得善良了 这真是天下奇闻 而在这同时 染卫也感到了 自己的懦弱 开始讨厌自己了 各种各样的新情况 在他的眼前 像半开的谜团 他自问自答 而对自己的回答 有十分的震惊 他心中不断地发问道 这个苦义犯 是个走投无路的人 我那么追捕 甚至迫害他 不料 反落到他的脚下 他本来可以报复 无论是出于仇恨 还是从安全考虑 他都应当报复 可是 他却饶恕了我 他做了什么呢 尽他的职责 不对 还有别的东西 而我也同样 饶恕了他 我又做了什么呢 尽我的职责 不是 还有别的东西 除了职责 难道还有别的东西吗 任魏想到这里 感到一阵心惊胆战 他的天平脱了结 一端秤盘跌入深渊 而另一端秤盘举到天上 无论对举到天上的 还是对跌入深渊的 人为都同样的感到恐怖 自从成年任了公职 他就几乎把警察 当作他的全部宗教 他当警判 就像别人当教士一样 他有个上司 就是基斯凯先生 迄今为止 他没有想到 另外那个上司 也就是上帝 上帝 这位新上司 任魏此刻突然感到了 一时不免 心慌意乱 上帝意外的出现 令任魏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 怎样对待这位上司 因为他深知 下级必须永远 扶手听命 不能违背 不能指责 也不能争辩 如果上司出事 令他过分诧异 那么下级便别无选择 只能辞职不干了 然而 他染味 又如何向上帝 递交辞成呢 脑子里转来转去 他总要回到这点上来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 他严重地违法了 他闭目不看一名前逃的惯犯 他放走了一名苦义犯 夺走了一个应有法律制裁的人 他干出这种事情 对自己简直不理解了 不敢确信 这是他本人干的 他只感到眩晕 却找不出这样干的原因 时至今日 他生活中奉行这种盲目的信念 产生了黑暗的正直 如今这种信念 离他而去 他的这种正直 也不复存在了 他的整个信仰 烟消云散 他不肯接受的事实真相 现在无情地困扰着他 从今往后 他就必须成为另外一个人 他感受的痛苦非常奇特 就像良心的眼睛 忽然摘除白内障那样 他看到了他讨厌看的东西 他感到自身空虚了 变得无用 从过去的生活脱离了 被撤了职 整个解体了 职权 在染味的心中死去了 他没有理由 活在这个世上了 此刻 染味所处的位置 正是塞纳河急流的上方 垂直下面的正是可怕的漩涡 像无休止的螺旋 不断地旋转拍合 染味低头瞧瞧 一见漆黑 什么也看不清楚 听得见滚滚浪涛之声 但是看不见河流 令人眩晕的忧深之处 偶尔显现一道微光 隐约蜿蜒 水就有这种效能 在漆黑的夜里 不知从哪儿采来一点亮光 就把它变成水蛇 光亮隐没了 周围又变了朦胧 无限的天地 仿佛在这里张开 下面不是河水 而是深渊 河坝陡峭 好似无限空间的峭壁 隐隐绰绰 混同水气 而忽然就隐没了 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能感到河水逼人的冷气 和潮湿石头的乏味 一股凉风从深渊吹上来 河水上涨 虽然看不见 但能猜得出 波涛悲鸣 桥拱高大而阴森 可以想象 坠入这有暗虚空的情景 这整个阴影 充满了恐怖 染卫一动也不动 待了几分钟 凝望着 这黑暗世界的洞口 什么也看不见 它却好像十分凝住 流水轰然有声 忽然 染卫摘下了帽子 放到了石栏边上 过了一会儿 一个高大的黑影 立在石栏上 持规的人 远远望见 就会以为是鬼怪 那人影俯身向着塞纳河 继而又挺起身子 接着便笔直地 坠入了黑暗 只听到 低沉的咕咚一声 朦胧的身影 便消失在水里 唯有 这黑洞 知道这场 积变的秘密 马里斯 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连续几周发高烧 他神志昏迷 而且脑部症状相当的严重 主要不是头部受伤 而是受伤时震荡所致 一位白发老人 照门房的描述 穿戴相当讲究 每天都来探望病情 有时一天来两趟 还放下一大包的纱布绷带 不过这次酒病 康复期又长 倒使他免遭追捕了 在法国 任何愤怒 即使是公愤 不过半年 也就平息了 社会处于那种状态 暴动是所有人的过错 大家都有必要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医生宣布 玛丽丝脱离了危险的那天 老人简直乐疯了 他上了门房三枚金币 晚上回到卧室 还用手指打着响 跳起了加沃特舞 至于玛丽丝 他由着别人包扎护理 心里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 就是克斯埃特 外公早年那种顽梗死硬的形象 玛丽丝还记忆犹新 而现在 玛丽丝差不多恢复了元气 一天 他正集中全身的力量 从床上坐起来 两个握紧的拳头 抡在背单上 他的眼睛直视着外公的脸 摆出了一幅凶狠的面相 说道 我要结婚 结婚 早有所料 怎么 早有所料 对 我的孩子 早有所料 那个小姑娘 你会得到的 对呀 那美丽漂亮的小姑娘 你一定能够得到的 每天 他都让一位老先生 来打听你的情况 自从你受了伤 他总是哭泣 还做纱布 我打听好了 他住在五人街七号 不出所料吧 你要想得到他 那好啊 就起过来吧 外公说到你的心眼里了吧 可塞特和玛丽丝 终于久别重逢了 陪同可塞特 并随同进来的是一位白发男子 他神态庄重 但是面带微笑 不过那淡淡的笑容 有点伤感 他就是歌风先生 也就是然啊让 门房万万想不到 这个体面的有产者 这位可能是公正人的先生 就是六月七日夜晚登门的 那个可怕的搬运工 那天夜晚 他衣衫破烂 满身污泥 脸上尽是泥点和泄迹 架着昏迷的玛丽丝 一副惊慌而可憎的样子 然而此刻 门房的嗅觉很快苏醒 他看见歌风先生和可塞特到来的时候 就禁不住悄悄地对他的女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总觉得 见过这张脸 在 巴黎丽丝的姨妈一向不喜欢书 他低声地问基诺曼先生 这位先生是不是总是这样 胳膊下加本书 不错 他是位学者 怎么了 这有什么错吗 我认识一个布拉尔先生 他也一样 他出门啊 总是带本书 就像这样 抱在胸前 小枫先生 您好 基诺曼老头 并不是故意这样讲 他不大注意别人的姓名 这是他的一种贵族的派头 小枫先生 我很荣幸地 为我的外孙 彭麦西男爵 向小姐求婚 看来 您没有意义 那好 就这样定了 好了 孩子们 现在 允许你们相爱了 基诺曼先生 坐到了他们的旁边 也让克塞特坐下来 将他们四只手 抓在他皱巴巴的老手里 哎呀 这个小妞娃 真是个妙人啊 这个克塞特 真是个游物啊 她是个非常小的姑娘 又是非常高贵的妇人 她只能当男爵夫人 为面有点太委屈了 她是个天生的侯爵夫人啊 你瞧瞧她的睫毛 你瞧瞧她的睫毛 孩子们 你们要牢牢记住 你们这样做得对 相亲相爱吧 要又吃又傻 这爱情啊 就是人干的傻事 又体现上帝的智慧 互相崇拜吧 只不过 我真不幸 现在我才想到 我拥有的财产 打扮时终身年金 我只要活着 生活还过得去 可是 二十年后 我一死呢 哦 我可怜的孩子 你们就一无所有了 到那时候 哦 男爵夫人 你这漂亮的小白手 就不得 不赶着去拉魔鬼的尾巴了 这时候 只听一个严肃而沉静的声音说道 金浪漫先生 歌风小姐 有六十万发了 这是喃喃的声音 他还没讲过一句话 也一动不动 站在这些幸福的人的身后 大家都好像不知道他在这里 您刚才提到的 可风小姐 是谁 是我 六十万发狼 是的 可能少一万四五千发狼吧 说着 拉让将一个纸包 搁在桌子上 他亲手打开了这个纸包 里面原来是一叠线钞 清点一下 一千发狼面值的有五百张 五百发狼面值的有一百六十八张 总共是五十八万四千发狼 马里斯的姨妈低声地重复道 五十八万四千发狼 五十八万四千就等于六十万呢 哦 上帝啊 然而 这阵功夫 马里斯和可塞特 却在相互注视着 他们没有注意到 这件小事 不管马里斯是多么大喜过望 心头的思虑也还是很难抹去 婚期已定 就在筹办婚事期间 马里斯开始对往事进行艰难而精细的调查 要报答几个方面的恩情 替自己的父亲报恩 也要为自己报恩 一个是德纳迪 一个是 把他马里斯送回 基诺曼先生家中的那个人 马里斯决定要找到这两个人 他绝不愿意结了婚 过上幸福日子 却把他们都忘掉 马里斯担心 欠下的恩情如不偿还 会在他 这个人 给他绝不愿意 托欠恩情债 要在愉快地走进未来的生活之前 先尝清过去的债务 德纳蒂是个恶棍 这丝毫改变不了 他救过彭麦西上校一命的事实 德纳蒂在所有人的眼里是个强盗 在玛利斯的眼里却不是这样 玛利斯不了解滑铁卢战场的真实情况 不知道那种特殊性 在那种异乎寻常的境地 德纳蒂救了他父亲一命 这只是个意外 未必是恩人 玛利斯顾请了好几名侦探 哪个也没有摸到德纳蒂的踪迹 这方面的线索好像全部都消失了 德纳蒂婆娘在预审期间 死在狱中 德纳蒂和他的女儿阿兹马 是那伙可悲的人中幸存的两个 也已潜入黑暗中 德纳蒂的婆娘死了 主要被告都已越狱潜逃 戈尔博破屋的绑架案差不多流了铲 案情始终没有调查清楚 刑事法庭只好拿两个邪从犯开刀 分别判处了他们十年苦役 再逃同谋犯 也判处了终身苦役 主犯德纳蒂则缺席判处死刑 这一判决是唯一留下来有关德纳蒂的事 再说德纳蒂本来就害怕重新逮捕归案 所以便深藏起来 这一判决更把他赶入最深处 又给覆盖这个人的黑暗 加厚了一层 至于寻找另外那个人 也就是救了玛瑞斯的那个陌生人 开头还有点收获 后来就停滞不前了 玛瑞斯回到外祖父家的时候 穿的血衣保存了起来 期望对他的寻找有所注意 他仔细查看血衣的时候 发现下摆有一处撕破 很是蹊跷 而且还缺少了一块 有一天晚上 玛瑞斯和克塞特拉让在一起 玛瑞斯谈到这场奇特的遇险 说他屡次查询而徒劳 他见歌风先生那张始终冷淡的面孔 便有些不耐烦了 于是激动地提高声音 几乎怒冲冲地说道 是的 这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人 他的所为也是高尚的 您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先生 他像个天使那样出现 他是冲进战火中 才把我抢出去的 还打开了下水道门 将我拖进去 再背着我 在那可怕的地下长廊里 他必须弯下腰 曲着膝 在黑暗中 在乌泥浊水中 走了一法里半多路啊 先生 他的背上还背着个死尸 他抱着什么目的呢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抢救这个死尸 而这个死尸呢 那正是我 他心里在想 也许还有一线生计 为了这一点可怜的火星 我要冒生命危险 他拿生命冒险了 可不止一次 而是无数次 一步一个险 有事实为证 他一走出下水道 就被捕了 先生 这人所做的这一切 您知道吗 他不图任何报酬 当时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一名暴乱分子 当时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一个战败者 可塞坦的六十万法郎 如果是我的 我愿意 以这笔钱为代价 找到这个人 1833年2月16日的夜晚 是降福之夜 夜色上空 天堂打开了 这是玛利斯和可塞特的 新婚之夜 也是兴高采烈的一天 婚礼的前夕 让阿让 当着基诺曼先生的面 将那五十八万四千法郎 交给了玛利斯 婚期的前几天 让阿让出了一点事 他的右手拇指砸伤了 伤得并不严重 他不让别人照顾 自己包扎 也不让人看伤处 连可塞特也不例外 伤虽然不重 但是手要缠上绷带 手臂要吊着 这样他就不能签字了 基诺曼先生 是代理监护人 便代替他行事 当天 在市政厅和教堂里 可塞特光彩夺目 楚楚动人 他穿着一条 白色的塔夫绸衬裙 外面套了露花边连衣裙 在罩上英国针织头纱 戴着一条精美的珍珠项链 和一顶菊花罐 全是洁白色 他在这身洁白色中 显得光艳照人 这种美妙的天真无瑕 在明光中焕发而升华 就好像一位真女 正在化为天仙 玛丽丝一头美发 光亮又芳香 在浓密的发卷下 仍能看到积累 给他留下的几条浅色的伤痕 外祖父神采飞扬 高昂着头 挽着可塞特的手臂 代替因吊着绷带 而不能搀扶新娘的 然阿让 然阿让身穿着黑礼服 笑呵呵地跟在新人的后面 当阿让回到家中的时候 家里已经人去世空 连都圣老妈也不在了 他点亮蜡烛上了楼 走进了可塞特的房间 只见床单没有了 枕套和花边也没有了 剩下的枕心和叠好的被套 一起放在床垫脚下 而床垫则露出了麻布套子 这显然表示不会有人来睡了 然阿让扫射着墙壁 关上了几扇柜橱门 从一间屋走到了另一间屋 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蜡烛放在桌子上 他的胳膊早已从绷带里抽出来 用右手做事 好像一点也不疼痛 他走进床铺 究竟是偶然还是有意呢 他的目光落在可塞特 曾经妒忌的东西 那只总带在身边 形影不离的小箱子上 六月四日那天 然阿让一搬到五人街 就把这个小箱子 放在床头旁边的 一张独角圆桌上 现在他急忙走向圆桌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小箱子 他缓慢地从箱子里拿出十年前 可塞特离开猛飞郡市穿的衣裳 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来 放到床上 一边回想着 追忆着 那是个冬天 是严寒的十二月份 可塞特衣衫褛褛 半裸的身子动得直打颤 可怜的小脚在木鞋里动得通红 正是他让阿让 让可塞特脱掉了破衣烂衫 换上了这身校服 母亲在酒泉之下 看见女儿给他带笑 尤其看见女儿穿得暖暖和和 一定非常高兴 然阿让想到孟飞郡森林 他和可塞特一道穿过去 想到那里的天气 没有叶子的树木 没有鸟儿的树林 没有太阳的天空 尽管如此 那里的一切还是非常美好 然阿让把小衣服摆在床上 头巾放在短裙的旁边 长袜放在鞋子的旁边 紧身衣放在连衣裙的旁边 一件一件地仔细查看着 想想那时候 可塞特只有那么一点高 二人手拉着手往前走 他可塞特在这个世上 只有他仍阿让一个人 想到这里 仍阿让那白发苍苍的头倒在床上 这个坚然的老人心碎了 他的脸 他的脸差不多埋在 可塞特的衣服里 此刻 谁若是经过楼梯 就会听见凄惨的哀嚎声 这就是 人阿让 二月十七日的中午 巴斯克夜下夹着抹布和鸡尾胆子 正在忙着打扫客厅 呼听有人轻轻地敲门 巴斯克打开门 见是歌风先生 就把他引进了客厅 客厅里一片狼藉 就像昨晚欢乐的战场 马律司走进来 他高昂着头 嘴角挂着微笑 满面春风 脸上焕发着特殊的光彩 目光充满着得意的神色 他见是阿让便高声地叫道 您好 父亲 见到您真高兴 您知道 昨天晚上 我们多渴望您在这儿啊 您的手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马律司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从前 我是个苦义犯 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 让阿让的脸色 变得惨白吓人 他解下吊着胳膊的黑领带 打开包扎手的布条 露出了拇指 给马律司看 他说道 其实 我的手 一点事都没有 这手指头 根本就没有受伤 我不亦参加你们的婚礼 因此 尽量回避 我推说受伤 以免作假 以免往婚约里 缠进无效的东西 以免签字 什么 父亲 您这 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我服过苦义 您简直让我发疯了 彭曼西先生 我在苦义场 关了十九年 因为盗窃 后来 我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呢 我是个前逃犯 在事实面前 马律司 突然逃避 无视真相 拒不承认 明显的事情 最后 还得投降 他开始明白了 而且 明白过了头 他颤抖了一下 内心 掠过一道 丑恶的闪电 一个令他颤抖的念头 穿过 他的思想 他隐约望见 他的未来 是一种畸形的命运 他嚷嚷道 全说出来吧 那全说出来吧 您是克塞特的父亲 先生 在这一点上 您必须相信我 请管 我们这种人的誓言 法律并不承认 我 克塞特的父亲 在上帝面前 启示 我不叫歌风 而叫然啊让 我同克塞特 毫无关系 您 就放心吧 可 可 可谁能向我证明呢 我 既然 我这样说了 马律斯 注视着这个人 只见他那神情 惨然 而又沉静 如此平静 绝不可能说谎 只见 让啊让点了点头 仿佛记下了这一点 他继续说道 我是克塞特什么人呢 一个过路人 十年前 我还不知道 有他这么个人 不错 我爱他 自己老了 看见一个小孩子 总是喜爱的 这样看来 您 竟可以推想 我还有一颗类似新的东西 克塞特 无父无母 他需要我 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爱上他了 孩子 那么弱小 随便什么人 甚至像我这样一个人 都可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人 我对克塞特 尽了这种天职 我并不认为 这点小事 真的能叫做善举 但如果是善举的话 那么就算我做出来了 今天 克塞特 离开我生活 我们两条路分开了 从今往后 我同他 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成为彭埃斯夫人 他的保护人换了 而他呢 也从替换中获益 万事如意呀 至于那六十万法郎 那是寄放的一笔钱 寄放的钱 如何到了我手里 这还有什么关系呢 我把钱交出来了 别人就不该再要求我什么了 说吧 然而让的眼睛直视着玛丽丝 此时 你这么做 从心里乐意披露出来 把话说完 还有别的缘故 您公认这件事是何用意 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出于什么动机 是啊 对苦义犯来说 我是个苦义犯 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呢 是啊 不错 动机太怪了 这是出于成事 要知道 有一根线紧紧地牵着我的心 该有多么痛苦啊 人 尤其是老了的时候 这些线特别地牢固 周围的生活全垮了 这些线呢 却扯不断 这条线 假如我早能扯去 拉断 解开割的 或者斩断 走得远远的 我就得救了 我一走 就一了百了 你们过幸福日子 我走开 这条线 我试图割断 我使劲地拉 可非常的结实 怎么也拉不断 几乎把我的心 拉出来 于是 我想到 我只能留在这儿 到别处活不下去 我必须留下来 不错 就是这样 你问的有理 我是个愚蠢的人 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留下来 您在这家里 给我准备了一间卧室 彭麦西夫人很爱我 她对这张安乐语说 向她伸出双臂 您的外祖父呢 也巴不得有我陪伴 我和她的心意 我们住在一起 同桌吃饭 我让克塞特 对不起 说顺嘴了 让彭麦西夫人 挽上我的手臂 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顶之下 同桌吃饭 同手一炉火 冬天围着同一个壁炉 夏天一同散步 这就是快乐 这就是幸福 这就是一切 我们像一家人那样生活 一家人 一家人 不对 我根本没有家 我也不是你们家的人 我不属于人类的家庭 在每家每户的住宅里 我是多余的 世上有多少家庭 但是没有我的 我是不幸的人 流离失所 当初 我有父亲 有母亲吗 我几乎有点怀疑 我把这孩子 嫁出去的那天 这一切 就结束了 我看见他幸福 看见他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 这里 还有一位慈祥的老人 一对天使共同生活 美满快乐 这样很好 于是我告诫自己 对呀 不要进去 不错 我可以说话 欺骗你们所有人 继续当歌风先生 只要是为了他 我就能说话 而现在呢 是为我自己 这就不应该了 不错 只要我不讲 整个就还会照旧 您问我 是什么 迫使我讲出来 是我的良心 让阿让 住口了 玛丽丝一直听着 这样连续不断的思虑和优据 是不宜打断的 让阿让又压低了嗓门 但不再是低缠的声音 而是凄厉的声音 您 问我为什么要说出来 您说没人告发 没人跟踪 也没人追捕 不对 我被告发了 不对 我被跟踪了 不对 我被追捕了 被谁呢 被我自己 是我 挡住自己的去路 我拖住自己 推着自己 抓住自己 处决自己 一个人 若是自己抓住自己 那是绝对跑不掉的 从前 为了生活 我偷了一块面包 今天 为了生活 我不愿意窃取一个名字 您说为了生活 您生活 不需要这个名字吗 是啊 我明白 自己要说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一时 冷场了 两个人都默然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玛丽丝坐在桌子旁边 全曲一根指头 顶着嘴角 让阿让 让阿让 则来回 跺步 最后 他停在一面镜子前 半晌未动 他视而不见 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子 仿佛在回答内心的推理 他说 然而现在 我如是重负啊 他又开始夺步了 走到客厅的另一端 回头发现 玛丽丝在注视着他走路 就用难以形容的声调 对玛丽丝说 我走路 有点拖着腿 现在 您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了吧 现在先生 您可以想象一下 我什么也没有讲 还是歌风先生 我搬到您家来住 成为你们家的一员 睡在我的卧室 早晨呢 穿着拖鞋来用餐 晚上呢 我们三个人 与同去看戏 可是有一天呢 我在这儿 你们也在这儿 我们正在谈笑风声 突然 你们听见一个人 在喊这个名字 让啊让 接着 警察这只可怕的手 从暗地里伸出来 一把摘下我的假面具 你觉得如何呢 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没有保持沉默 是有道理的 好吧 愿你们过幸福的日子 待在天堂里 当一个天使的天使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就此满足吧 不要管一个可怜的受苦人 如何敞开胸怀 履行职责 事情 差不多完了 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 您剩下 什么念头 现在 您既然 已经知道了 您可以做主先生 您认为我 不该再来看望克塞特了吗 我想 最好 不要见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然而让说完 静止朝门口走去 他的手 放在球状门把手上 已经引动 门开了一条缝 只够身子挤过去的 可是让让停住了 随即又把门关上 转身面对着玛丽丝 他的脸色 不是苍白 而是清灰了 眼中 没有了泪光 只有一种 凄惨的火焰 他的声音 又变得异常震惊 他说道 这样吧 先生 如果您同意 我就来看看他 那 您每天晚上来吧 克塞特 会等着您的 您是个好人 再见 先生 拉让 走了 玛丽丝向 拉让鞠躬送客 两个人分手 此刻 幸福将绝望 送出了大门 玛丽丝 心乱如麻 对这个由歌风 变为 让啊让的人 玛丽丝从前 只是疏远 现在 又增加了 厌恶的情绪 不过也应当指出 这种厌恶中 有怜悯的成分 甚至包含着 某种惊奇 这个窃贼 这个惯犯 交出一笔 托管的款项 多大的款项啊 六十万法郎 他是唯一知道 这笔秘密款项的人 他本来可以 据为己有 但是 他全部交出来了 此外还有什么呢 他还主动地 披露了自己的身份 根本没有迫于什么压力 如果有人知道他是谁 那也是他本人透露的 这样透底 不仅要承受耻辱 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 对一个判了判 对一个判了刑的人来说 一副假面具 就不只是假面具 还是一个避难所 一个假姓名 就意味着安全 然而他抛掉了这个假姓名 他是个苦义犯 本可以在这清白人家 永远藏身 他却抵制住了这种诱惑 出于什么动机呢 顾忌良心 然而让本人解释了这一点 那真情实话的声调 是不容质疑的 总而言之 不管让让是什么人 但毫无疑问 他有一颗觉醒的良心 良心的觉醒 便是灵魂的伟大 让让是坦诚的 这种坦诚 看得见摸得到 也无可怀疑 无需调查 可以完全相信 这个人所说的每句话 说来也怪 在玛利斯看来 这时位置颠倒过来了 歌风先生给人什么印象 怀疑 从拉让的身上 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信任 玛利斯的记忆 虽然十分混乱 但还是能浮现一些影像 罗德雷特破屋的那场历险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警察一到 这个人非但不控告 反而潜逃了呢 现在 玛利斯找到了 玛利斯找到了答案 原来 此人是在逃的累贩 另一个问题是 这个人 为什么来到接累 要知道 玛利斯现在又清清楚楚 看见当时的情景 这人来到接累 却没有参加战斗 他干什么来了呢 面对这个问题 一个幽魂站起来 给予了回答 染胃 然而让将捆着的染胃 拖出积累的残景 现在 玛利斯还记得一清二楚 他又听到 猛的托尔小杰拐脚 那边可怕的手枪声 这密探 和这苦意犯之间 大概有仇 一个妨碍了另一个 然而让来到接累 就是为了复仇 他来得晚 可能是得知了 染胃已经被囚在了这里 但是 要报仇 就得放开手脚 然而让打死了染胃 玛利斯 无论在什么思想里转圈子 总要回到对 让让一定程度的厌恶上 这是个苦意犯 即处于最后一级之下 在社会等级中 连个位置都没有的人 莫等人之后 才轮到苦意犯 可以说 苦意犯不是世人的同类了 现在怎么办呢 让阿让前来看望 引起了玛利斯 内心深处的反感 这个人 何必到他家里来呢 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玛利斯昏头胀脑 不愿意深挖 不愿意深究 不愿意探测自己的内心 他已经许诺 他不由自主地答应了 然阿让得到了他的许诺 即使对一名苦意犯 也不能食言 尤其对这一名苦意犯 就更不能食言 然而 玛利斯的首要责任 还是克塞特 总而言之 他的厌恶情绪 在支配着一切 就在第二天黄昏时分 让阿让去敲基诺曼先生家的大门 迎进他的是巴斯克 巴斯克这时候待在院子里 仿佛正在按指示办事 这是常有的事情 巴斯克没等 然阿让走到跟前 就问道 南爵先生 叫我问问先生 是要上楼 还是待在楼下 就待在楼下吧 哦 那好 我去禀报夫人 然阿让走进的这间 是一楼厅室 里面潮湿昏暗 天棚成拱顶 虽然是临街 却只有一扇安了铁蓝的红玻璃窗 透进一点光线 这间屋子不是扶尘 板子和扫帚经常光顾的地方 灰尘在这里静静的积累 一张相视着苍蝇的精致的大珠网 堂而皇之的铺转在一块玻璃窗上 房间又小又矮 墙角有一大堆的空酒瓶 墙壁刷成了褶黄色 灰皮大片大片的脱落 里端有一个漆成黑色的木架壁炉 炉台极窄 炉中生了火 阿让疲惫不堪 一连几天他不吃也不睡 进来便扬倒在椅子上 巴斯克将一只点燃的蜡烛 放到壁炉台上 又退出去了 让阿让的脑袋垂到胸前 他既没有瞧见巴斯克 也没有瞧见蜡烛 忽然 他仿佛受了惊吓 呼地站起来 可塞特就在他的身后 他仿佛受了惊吓